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首刚 再见秦晓文 范子明去向一曝光 恭喜杜丰 珠方宇正棒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范子明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范子明最近的一些去向问题 众手周四那么北京首刚在此前的是遭遇季后赛一轮游那么也是一个惨败的结果呢彻底出局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话那么对整个球队来说呢 因为在本赛季投注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惨败的话相信他们北京首刚的高层也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下一个赛季整个球队进行一个重组的话恐怕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事情 一旦进行球队的重组呢可能该裁减的球员就裁减 该交易的球员就交易然后呢用更多的经费的话来换回更多优秀的球员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目前北京首刚在内线方面的还是比较臃肿而且人员是比较充足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啊外界都在分析和猜测呢 不排除北京首刚很有可能的会把范子明给交易出去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对范子明对北京首刚来说呢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球队去交易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毕竟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出到相应的一个费用而且对范子明感兴趣的一个球队呢 其实并不多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球队可能的特征呢就是可能在内线方面非常欠缺所以呢才非常需要范子明呢这个内线的汉将 去支援他们的球队 提高他们的整体实力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在整个联盟当中呢 所有的强队里面可能就只有广东红远队目前的他们在内线方面呢 是非常需要范子明这样的一个巨塔 我看到在最新的辽越大战第2场比赛当中呢广东队是再一次落败那么其中他们的内线的话 彻底被打爆了 那么阿联当核心的时候的话被莫兰德这边呢也是彻底打爆那么基本上呢 拿对方的外援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从这点当中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广东队啊那么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夺冠短板呢 就是他们内线 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可以用的阿联已经老了 真凡日和苏伟他们呢又难堪大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下一个赛季或者说要走得更远的话 对整个广东来说来补强内线这一块的已经是 刻不永缓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啊范子明的恰恰就是他们的 最好的选择 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范子明这个球员呢在此前呢 朱芳宇就一直非常的喜欢 在本赛季演员阶段的话 范子明的曾经就开出一个高价 给到广州啊这个这边 并且呢想要得到范子明这个球员 但是最终的还是因为手钢这边开出的一个价格的更加高啊 才导致范子明呢给抢手了 所以其实接下来可以遇见的是如果说接下来北京手钢这边真的有可能打算交易范子明的话 那么对广东队来说呢完完全全能够出到相应的筹码 反而范子明给要到那么去增强他们整个内线球队的实力 毕竟对广东来说一旦增强内线方面的话那么其实他们在风险方面 在空位方面的话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这样一来将能够补强的他们最短的一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在下一个赛季呢 说不定就能够有机会翻盘 去重新的 争夺这个总冠军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真的要恭喜一下杜丰 那么起码了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而且之后的话 很有可能得到改善 并且他们去交易 得到范子明呢也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如果说到时候 朱芳宇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能够把范子明给要到的话 那么确实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 而且之后呢也能够 立大功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了那么本赛季结束之后啊 那么广东这边一定要给力一点争取拿到更多优秀的球员 只有GIA来那么之后的话广东队呢 才能够逆风翻盘再一次站上这个总冠军的讲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